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周各大球会 连日来我会说 说沙特阿拉伯 说英超 说意甲各方面的转会都比较多些 其实最快手的就是巴黎圣日耳门 转会枪开启之前后已经搞定了六件 接下来第七件都马上要出现 其实在球季结束之后 国际米兰的中坚 好波茲人 史坚尼亚 已经落实加盟巴黎圣日耳门 其实早早在冬季转会枪一月份的时候 巴黎就已经和史坚尼亚达成一份九百万欧元再加奖金的协议 随着国际米兰官宣史坚尼亚离队 轮到这边巴黎圣日耳门都参加过正式的官宣 根据转会大臣罗马洛的报导 加上拜仁的劳卡斯区南迪斯 他的转会费大概是五千万欧元 可以顶替了离队拉莫斯的空缺位置 换而言之 过去给人的感觉 巴黎圣日耳门的防守好像还是有漏洞的 来了这两个比较硬的好波茲人的首位 会不会大大改善他们的防守能力呢 大大改善防守能力 中场也要做下事的 结果巴黎圣日耳门在这个转会枪中场也有做事的 就是向史坚尼那边出手了 拿六千万欧元收购 乌拉圭的新晋国脚乌加特 乌加特过去看欧霸的赛事 我比较留意到他 他在中场的操控能力真的相当之厉害 覆盖的范围又广泛 咦 难道是另一个简敌会面世? 中前场那方面 另外有亚申斯奥 王家马德里那边 七个球规考力 这个若门 就是自由身离队 过去 传闻他会顶替了美斯的正选位置 不过呢 这个球员是好球的 但你问我呢 如果在那个 韧力那边 我觉得他还差一点 所以可能巴黎胜日以门有见及此 那不如叫韩国美斯称号的李江仁过来吧 李江仁刚刚过去的球季 六个入波 六个助攻 是马略卡的绝对主力 他的转会费 据报是2000万欧元 另外 这个印度尔 这个意大利的国家队的清凌军国脚 也会落实加盟 现年19岁而已 身高六尺三寸高 他的名字 明白的 比较陌生一点 因为他宾飞加都是以B队上阵为主 相信巴黎胜日以门收购他 都是以目标为未来作打算 同时第七个都会出现 但先讲第七个之前 就讲过 安迪基这位新上任的教练 前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席 据报他非常有意思 向马体会租借 祖奥菲利斯 这个球员其实是相当之好球的 相信过到巴黎胜日以门 分分钟他才有资格竞逐正选 攻击球员位置的其中一人 要看看跟马体会怎样谈 因为过去冬季 大家记得他外借过去车路士 我自己个人对他的演出 是相当之有好感的 不过问题是车路士自己本身 有很大的问题 这里讲讲七个 其实还有第八个才对 第八个可能即将 比这个第七个出现 他究竟是谁呢? 巴黎胜日以门是截别人的壶 够胆截那间球会的壶 巴黎胜日以门也相当之厉害 好了,一连串这么大的操作 当然是否想挽留着麦巴比 众所周知 他今届留下为了丰厚合约的金钱 无论是这个 中成金 以及他的工资 人工 留下了 起码要拿走1.5亿 下季自由新加盟 其他球会 是黄买也好 其他球会也好 又要再另外给予亿多的签字费 给他 最低限度 你想想 我有什么从今届走 我当然 留多一届下届才走 对不对 他说明不足弱 跟大巴黎 那就可以分分钟前后两届 扔3亿 真是懂得计算 所以现在巴黎圣日耳门 在这个下季转会枪 那么大力收购那么多球员 你问我 就没有什么天旺巨星级别的人加盟 但是他们个个都 有些了道 是不是能够巩固了实力呢 因为麦巴比可能是鑒于 巴黎圣日耳门近年来 在欧冠的成绩 怎样 都是差一点 最劲就是三年前入决赛 所以如果是今届欧冠有成绩的 分分钟以巴黎的出手 所以说是不是 还留住麦巴比呢 留住他呢 那就看看 我觉得跟着稍后时间 这一集 讲完第八个趟的目标 如果那个趟来的话 真是有些机会的 另外一件短短的讲一下 学神爷爷讲的教练 上届下半季带领水晶宫 由榜美的位置 一直撒上第十一位 简直是惊惠天人的演出 相当稳定的水平 贵美其实对亲水晶宫 对对都不敢轻易言胜 学神爷爷七十多 所以不要问他 为什么九华年代 已经教过瑞士国家队 又教过国际米兰 真的有些了道 继续留守水晶宫 希望能够为水晶宫的下一届 起码季初一段时间 带来一个稳定的成绩 另外来自福球伦敦那边的消息 就讲格列沙加 这位亚仙奴的中场球员 上届季最后几场球 已经放了风出来 将要转会的利华股讯 但是为什么过了一个多月呢 但仍然是好像卡在这里 原来是因为那个转会费的问题 据问利华股讯出手 不是太高的 1350万英镑 如果早两届的格列沙加 或者可以有些机会 但是这两届的格列沙加 打得这么有作用 那个价值就不止是这样 据报现在 2150万磅才肯放手 但是利华终于都能够 达到这个指标 看看是不是 迪勤怀斯和格列沙加 那个一出一入 会是很接近的时间 接下来要讲的 就是意大利最高新价的球员 去到这一刻 他就是 AC米兰的中场球员 意大利国家队的成员 也有打今价EURO21的当拿利 以7000万欧元 再加上1000万浮动条款 最高8000万欧元 就转投到这个纽卡数 纽卡数和当拿利开出一份 为期五年的合约 他的年薪是900万欧元 再加200万的奖金 最高可以去到1100万 这个数字就是 他在AC米兰的三倍以上 讲讲当拿利的背景 虽然各位巴打都应该很熟悉他的 现年23岁 2020年的时候 就由布雷西亚那边 租借加盟 AC米兰的 慢慢就买断了他 收购他 直接成为 AC米兰的中场核心 重心的一员 也是AC米兰 重返欧冠和重夺意甲的功臣之一 刚刚过去的这个球队 各项赛事 他代表AC米兰 出战了48场 其中的44场是正选 贡献了两个入球 和9次的助攻 不过呢 当拿利的离队 就惹了不少 AC米兰的球迷不满 因为他始终都是 在球迷心目中 或者是球队 本来建军的时候 是一个未来的寄托来的 事实上我 第一次欣赏当拿利的演出 其实正是他在布雷西亚的年代 我说这个球员 为什么有一个能力 他推波真的非常之痴脚 而且他是向前推进的能力 相当之强 可以是一个 非常具备有带动能力的球员 现在没办法了 因为 其实对于AC米兰的球迷来说 他已经不是说 一个球员转会那么简单 好像 是否扼杀了少少希望呢 看看AC米兰 接下来会是怎样 再组军 路就一定要向前走 现在路夫斯捷克加盟 我昨天说过了 联田大地又不知道是否来 看看他们的组军情况 说完AC米兰再说国际米兰 这位球员 我好像几集也有说他 为什么那么热门呢 是不是我真的那么喜欢他呢 他就是波索维 之前因为转会费的问题 最终都谈好了 1800万欧元的条款 今天跟波索维 就是签约三年 未来的三年 总计的年薪 是可以去到 7000万欧元 哇 这桶金真是挖得大到 太紧要了 现年30岁的波索维 2015年的时候 就从撒格纳布大南无 租借过去国际米兰 又是表现良好 然后直接买断他 开启了一段 长达8年的南克军团的生涯 这8年以来 他一共为国际米兰出赛了 330次 入了31个球 有43个左高 以他的位置属性来说 贡献真的良多了 他也是国米 事隔11年 重夺二甲冠军的 一个绝对的功臣主力 最近这两季 也帮助国际米兰 拿到两次的意大利超级杯和意大利杯冠军 亦是带领国际米兰 刚刚在过去的球轨 杀到入了欧冠的决赛 一直想说 可不可以特别开一集 独立 说说沙特阿拉伯那边的联赛 首先 你说是不是很熟悉 绝对不熟悉 那些赛事件 都是大众报道出来的赛事件 不过有几间球会 都挺重心主力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这几间球会的动向 分别有艾瓦里 伊提哈德 希拉尔 以及艾纳斯 以上这几间球会 可以说是向来以来 沙特联赛的重心 焦点球会来的 但是 可能接下来最新又会有一间 这间球会 过去我就没听过他们的名字 但是因为他的出现 就会带动到 我想那个知名度又会上升不少 因为 謝老四 謝拉特 将会过去执教 这间沙特联赛球队的名字 就叫 艾玛希亚 之前也有译作 伊迪法克 他们的官方就宣布了 利物浦的全球球星 謝拉特 将会出任该队的主教练 謝拉特和这间球会 其实早在上个月 就开启了一个执教的谈判 謝拉特起初就 抗拒 直到上个星期 双方再重新开启一次的谈判 结果这次 又行 达成协议 官方未有透露 签约的年限 或者我们遲些会知道 也未确定 给謝拉特多少钱的人工 不过按照沙特联赛的操作 相信钱不会少 也答应了謝拉特 会给他充裕的资金 引入球员 謝拉特退休之后 当然退休之教 先后教过 格拉斯哥流浪 帮助他们取冠军 亦来英超教阿什东维拉 不过在上个球季 阿什东维拉的成绩就不好了 结果在卡塔尔世界杯 举行之前 其实只是11月左右 就已经被人解除了 謝拉特被批评 最多的地方就是 他教过防守 就教得很麻烦 而他本身 最初也是 不想过去沙特 现在答应 可能是眼见 车路士那几个又过去了 接着波索维又过去了 本身也有施朗拿道 奔斯玛又过去了 咦 想想想 能阻止过 看清楚形势 真是真的 挖几年金也好 可能因为这样 就答应了 我昨天那集也说过 可能保方又过去了 哇 多热闹 说回另一间球会 英超 大家想着 哪间英超球会的动作 最多多呢 竟然是他们 来自北伦敦的 热刺 即是昨天我说过 签了这个波索 也签了这个尖斯玛迪神 波索是买断的 另外就是维卡利奥 这位意大利的门将 第四笔章要出现的 就是上届下半季 曾经效力过富行的 这位以色列国家队的 逆风球员 苏洛文 或者你可以叫做 所罗门 所罗门 你翻查的资料 当然很容易查到 他之前效力过撒克达 在去年 他曾经终止了 和撒克达的合约 租借加盟 过去富行的期间 为富行射入了五个球 但由于因为 俄乌冲突的关系 国际捉协 允许两个国家的 联赛的球队 可以单方面 暂停球员的合约 一年 所以 苏洛文打算再次 终止这个合约 以便他可以 以自由转会的方式 加盟其他的球队 热次将会在下个星期 为苏洛文 进行看测 如果 撒克达 和国际速协 那方面的 沟通 是顺利的话 苏洛文 未来就很快 会正式 披上热次的球衣 据报 双方会签下一份 为期五年的合约 苏洛文二年23岁 是一位逆风 左边 右边 都可以适应得到的 一旦他加盟组热次 不敢说他一定会 取得正选 相信以他的 多位置 我说过 今个夏天买的球员 以多位置 多功能为首选 令到他 相信会有 不少的上陣空间 没什么 得甲 不如今次也说得甲 来自 云达不耐媒的消息 他们的国家队前锋 中锋大胜佬 富股 有可能在今个夏季 离队 本来他的风扇前锋 的搭档 杜斯克 今年29岁上届 为不耐媒 都入了 34场乱赛上足阵 都入了12个波 6个助攻 他选择 留守 不耐媒 根据德国的权威 足球 雜誌踢球者 所报道 杜克斯 肯定会在 来季 最起码 仍然会继续 效力这个雲达不耐媒的 这位29岁的前锋 就会在近期 和不耐媒续约 他目前的合约 本来就去到 明年的夏天 就是还有一年 他选择继续留下 继续续约 都非常忠心 据报 有沙特的球队 愿意出格 1200万欧元 去收购他 但他就不肯走 另外一单 绝对是重磅收购 要说说曼城 北京是新科的 欧冠冠军 怎可以没有他们的消息 一路传闻 出到要一亿 就收购 克罗地亚国家队的 年轻中坚 但已经成为一员大将 你知道 阿尔比萊比锡的 这位球员 哥迪华 好 我相信大家 对他其中一个 深刻印象 就是 世界杯的时候 面对阿根廷 他怎样被美斯 那个神级的 转身动作 扭过 本来计算的 身价就去到 7500万欧元 这就叫做 仅次于曼城本身 自己队里的 好球中坚 老品迪亚斯 但如果现在 看到曼城 这么猴禽 想收购他 又一定有人争 的话 标价去到1亿 不用说 就好像 阿灵我上去 好像韦斯霞 麦迪琳卫斯 一亿 要过一亿 铁价不宜 但开心的 据问曼城 和哥迪华奥 这位大直子 中坚 已经达成了 个人 条款 两间球会 就只差 最终的 转会费 是怎样计算 怎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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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到东西 当大家 觉得 可能他上半季 哥迪奥 刚刚过去球季 要帮曼城 融合 一些新的球员 又有些常规 正负选 之间的球员 又来了 一时间 就说 连我都认为 是要有个 重整期 结果 这个重整期 还要遇上冬季 放弃了 一个 没有好波茨人的 简舍路 怎样计算呢 就是在这个时间 迫到哥迪奥拿 再鑽研到新玩法 出来 四中坚 但是又经常 在后面的三个后位 你这样是很难想象的 我想那些 一般打开机 以自己排阵的球迷来说 他们永远 想不到这些思维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 阵式的东西 是有 固定的规范的 但是又真是 不要看得这么死 刚才我们说的那宗 巴黎圣日以门的 截虎事件 够胆截哪个呢 够胆截曼城 这次 令到 哥迪奥拿会 有点头痕 究竟截哪一位 球员呢 就是来自西甲的 中游球队 上届 又很出色表现的 进攻中场球员 这位年轻 加比尔 维加 这位维加呢 今年是21岁的 本来呢 他是成为了 曼城金国下季里面 首选要进步的 一个中场球员来的 这位西班牙国家队的成员 过去那一季 一共射入了 11个球 4个助攻 也是赤尔达本身 整个球季里面的 最佳球员来的 根据西班牙的 阿斯布报道 球员的合同里面 就有一条 4000万欧元的 委约金条款 只要激活了 这份的 委约金条款 你就可以带走这位 可能是未来的超级巨星 我看过一些报道 都是说 巴黎出手 都是以4000万 叫走 可能曼城 这两季的玩法 开始多了 土价还价 结果 慢了半步 就被 大巴黎出手 截劫了 坦白说 曼城的 奇运迪布里 年纪又大一岁 都32 是不是 不是 再加上班牙道斯 每一季都说 他有可能要走的 一下子 没有了这些进攻的重心 其实你真的很适合 要有个替保 而这些替保 又未必立刻下来 立刻会发挥最高的水平 对吧 你也要给他时间 成长 磨合 在这个过程阶段 还有迪布尼 可以带领着他 引领着他 我认为曼城 真的很想收购这位球员 为家 但很可惜 如果真的被巴黎截租会 曼城又要想过 另外一个目标 究竟转会市场的动态消息是怎样呢 我自己的阿仙奴球迷 一直在等 好像已经大局已定 上星期尾 这个天巴 再加上敌人怀斯 等了几天之后 都仍然是 无限接近 哈哈哈 我又不担心 那些什么 最后 是签不到的 不过 就当然想他尽快 因为 往上去 阿仙奴的阵用 比如说 随着格里沙加 会离队 这样 或者汤马斯 也可能会离队 换而言之 起码会有一 到两个位置 是需要人手的 例如 与利物浦要争 比利时的新子 拉维亚 全民选择 阿仙奴还是阿仙奴的目标 再夸张一点 拉扑达 也可能在曼城 不开心 有可能阿仙奴 阿迪达 会出手 不过过来 都未必有正选 再加上 新近也有位 以色列的年轻 国脚 今届有打 Yolo 21的赛事 的一位球员 这个 现在不说 明天再说 还有一位 土耳其的新星 这样的 究竟阿仙奴 什么时候 才能落实到 所有 这一届加盟的球员 最重要的就是 有一些 用不着的 就快点清除它 OK 今集的节目时间 到这里 这一届加盟的 这一届加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照 算是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